那個台莊溫度刊物的主編 然後我叫謝愛華 不過我今天 我今天反而忘記自己帶我們自己的刊物來了 不過沒關係就直接講 我覺得第一個就可以先問大家說 為什麼需要刊物 就是自從臉書PTT 關鍵評論網或者是什麼 瘋傳媒 端傳媒 就其實一篇文章就可以造成 在網路上上千上百的轉載 然後也可以影響非常多的思考潮流 就現在搭配網路這波就是有很多思潮 那大家可以問自己一下 那為什麼還需要刊物 就其實在網路上 其實就我個人來說啦 我覺得這種單篇的文章 在網路上的轉載量就已經比 很多刊物的發行量還要高了 那為什麼還需要刊物呢 就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問自己這個問題 可是即使現在網路上文章這種 轉載的潮流越來越厲害 可是大家可以觀察 就是刊物 尤其是獨立刊物還是越來越多 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溫度其實是在2012年創刊的 然後到現在也是三年多快四年了 那其實2012剛創刊的時候 那時候刊稱就是 台中獨立刊刊非常少 就可能說溫度可能就是 少數的其中一本 可是現在像我們在2月底辦了刊刊市集 獨立刊物市集 那時候就已經有10幾攤了 然後溫度是在講台中議題 那那天也有性別的 比如說立心基金會他們有出性別的刊物 然後校園也有校園的刊物 比如說女中的惡暴文華的為人 然後民道無望 然後再來到可能大家比較常聽到什麼 美角或者是五花言 就是這幾年刊物真的非常多 可是搭配剛剛講的嘛 為什麼網路上已經 網路上這種單篇文章的轉載量已經 可能就一般人來說影響力搞不好還比刊物還要大 那為什麼還需要刊物 好 那這個問題就先留著 那今天的主題是人人都可以是刊物編輯 那刊物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一本一本的嘛 可是其實刊物有非常多的形式 總之來說刊物就是出版物 那其實刊物比如說 我之前看過中語中二報 它可能就只有打成一張A4紙 就像我們在繳新的報告一樣 就是標題跟內文 它就只有一張紙然後就發到全校的各班去 那這種都是偏異體類 還有包括這種創作的 就是它其實就是一張名片啦 然後這邊有它寫的故事 那你可以說它是刊物 就我覺得也可以 就刊物其實形式很多 一張紙 一本 或者是 就一張名片 我覺得它都是 可以說成是一系列的刊物 像它就 這個就發行了三版 然後刊物有分非常多嘛 就是像這種就是創作類的 然後像我們溫度這種就是可能算是議題類的 然後議題有性別 然後有的是心理學的科普刊物 然後像這種就是創作類 好 那就是 還有 刊物跟文章 刊物跟網路文章的另外一個差別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像這種創作類的 或者是學生的刊物 他們都不一定是專家 所以你們算 我覺得很妙的一點是 你覺得現在雖然好像資訊爆炸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看網路上那些被瘋狂傳載的文章 都是某種領域的專家寫的 比如說PTT 可能是一個很厲害的工程師 他其實還是具有某一種專業 某一種文化或者是學術上的高度 寫出來的文章 雖然網路上好像資訊爆炸 可是你再去細細看 每一篇文章都是具有相關專業的人寫的 文字的專業 學術的專業 其實我們大眾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還是沒有很多啦 就是你這樣拆開來看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種資訊爆炸算是一種 假象 對 然後這種 這種差異比較妙的就是 其實我們平常還是會談論 可是我們談論我們就是 會不習慣去把它寫下來 就沒有日後再去 缺乏一種 就是回去看的能力 比如說 最近流行的那個早餐文好了 那個作家就是 具有某一種文字跟文化觀察上的專業 他寫出來 然後讓各方去這樣討論 然後去修正自己的觀點 那對那個作家來說 他的觀點是會被調整的 就是當然沒有一定的 錯或是糟糕 可是他寫出來的東西可以 藉由這樣的調整 他自己也去調整自己的價值觀 可是我們的話 就是通常沒有 就是我們通常不好意思去寫出東西 所以 雖然我們心裡都有很多的OS 當然應該都有很多OS吧 就是看到一篇文章 或者是看到動態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自己內心的想法 可是我們 很少去完整去敘述你的那個想法 然後就缺乏跟外界這樣一來一往的 算是調整或者是修改這樣子 對 所以 就變成說好像其實 現在主流的聲音還是那些 作家啊 學者 然後 某一個領域的哲學家之類的 就是他們 欸 要小心喔 對 就是 社會的聲音還是被 那些人所掌握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 資訊爆炸是一種假象這樣 好 那這樣 這樣回到的就是剛剛說 這樣子其實 大家會對自己的想法 沒有那種 具體的紀錄 沒有具體的紀錄就會缺乏 外界的聲音跟自己對話的 進而調整的那個過程 對 然後可能 到最後 可能開始社會很多人 不會對自己的言論負責 反正我講講就算了 我現在私底下講講就算了 對 這些都是沒有經過紀錄 跟外面的社會對話的結果 所以我會覺得鼓勵說 只要你是有OS 就是腦中有很多想法的人 你都可以把你的想法去紀錄下來 就算是自己在臉書上跟自己對話也好 對 這個寫下來的過程是蠻重要的 好 那這樣回到我們一開頭 就是那這樣刊物跟那種網路文章有什麼不同 就是刊物跟網路文章有什麼不同 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在之前 在聽一個總編輯的講座的時候自己想到了 對 我就會覺得說 欸 為什麼PTT 尤其是PTT可以被臉書轉 轉載之後 還有關鍵評論網站 我就覺得欸 其實我們看那些文章的影響 反而比這些刊物還要厲害 一本刊物它搞不好每個月的搭行量可能上千上萬 可能 可是它其實真正被買了搞不好只有幾百本這樣 所以我就會很好奇說 欸 那這樣網路文章跟刊物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那時候那個總編輯的回答是說 刊物它每一起可以去做一個專題 就比如說 我這一次的專題是社會企業好了 然後它就可以去針對社會企業這一個主軸去延伸不同的思考 對 所以一次是比較完整的一個論述 就是跟在網路上那種一篇出來 然後可能過一天才有另外一篇出來跟它對話 或者是甚至就沒有人去鳥那篇文章的那個狀況發生 所以這是刊物跟網路文章第一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我自己覺得的 就是刊物有意識跟態度 所以你今天想到美角就大概知道它在講什麼 其實你不知道它每一天文章的標題 就是你會被它的那個意識跟態度影響 然後其實每一個刊物會有它自己的社群 就是它的算是它的讀者啦 就是會跟它一起關心這本刊物所關心的事 就是文章它比較容易造成是一種 就是單純是思考上的影響跟調整之類的 可是刊物它是可以從整個從文章然後影響到行動面 對就比如說美角它可以有一批就是跟它的價值觀相近的人 就是長期下來培育一個跟它價值觀相近的人 那當就是某一天社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它有這一批社群來跟它一起行動 是像溫度 溫度每個禮拜二晚上在我們的基金會會址有編輯會議 那那邊就是一群對溫度所關心的事情也一樣關心的人 他們會來參加 對 那我們溫度關心的就是台中各式各樣的事啦 就是有輕鬆的也有比較嚴肅的 那我們就是會在禮拜二的時候一起討論 那我們可能就會一起行動 行動就是可能我們自己糾團去做比較文化的小旅行 比如說我們去美術館附近 可是我們除了看展以外 我們還去了解周遭 比如說土庫裡那邊的房屋的歷史 就是所以我們會有從刊物到行動自己的這樣的一個脈絡 我覺得這是跟網路文章非常不一樣的 然後最後呢就是 就是 喔還有就是 因為今天是人人都可以做嘛 就是 大家會很好奇 欸編輯好像很厲害喔 好像很 好像很高高在上 好像一定要念中文系 好像一定要念中文系 才可以當編輯這樣 可是其實不用 就是 只要你會打字 然後 會印東西這樣就好了 所以就像 像 最典型的就是像 中女中的二報就是這樣 他可能用A4這樣打一打 然後他就印出來 然後拿去給 拿去給學校的班上這樣發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真的是蠻有趣的 就是 我覺得刊物可以去打破那個 呃 專業的話語權 對 尤其是 創作類 剛剛講的都偏議題類啦 可是創作類當然也可以 像 我剛剛講的這個就是創作類 這個是 欸 災星計畫在審計行村的一個團隊叫做野餐廳發行 對 然後上面就是他自己寫的一些故事啊 就他自己創作的故事啊 所以就是其實 當編輯 呃 需要的 技術門檻真的沒有那麼高 就是 只要你有興趣 想要 把自己的聲音說出來 把自己的態度表達給大家看 都非常 歡迎 你自己來做自己的編輯 好 今天的 短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對 然後 欸 對啊 這邊就是短講 然後 後面看大家有沒有什麼QA 想要 互動跟交流的 對啊 所以今天其實天氣算不錯 嗯 喔 這邊有一個嗎 因為我耳朵比較不好 所以要請你用麥克風 呃 想要問就是 溫度 你講說 就是會寫一些 台中的人事物 那有沒有一些是你們想要 編輯的方向 或者是 你們的風格是什麼 因為 人事就是 台中其實刊物也真的很多 那也都是寫台中的人事物 那比起其他刊物 你們有沒有什麼是 你們決定走的一個方向 或是 對 風格 好 那就在這邊介紹一下溫度的刊物 好 雖然我自己今天忘記帶 對 然後 呃 其實溫度 溫度 雖然月刊在外面發行 可是其實我們的主體是 來到溫度聊天室的這群台中市民 就是大家 呃 我以前覺得編輯會議好像 呃 是一個很嚴肅的東西 可是其實像溫度的編輯會議 你可以說給大家聽 比如說 呃 因為現在當然火力發電廠都在講空氣上的東西 可是其實火力發電廠它也會跟河電廠一樣有那個海水 海水去冷卻那個機器的過程 所以它也會有那個熱汙染 對 所以 呃 海水的熱汙染就會影響到就是 中部沿岸海線的鄉村 就是 以前他們是那種用短艇出去 呃 短艇划船出去就可以捕魚的那種 現在都補不到一定要去遠航 所以這間接就影響了那個 呃 鄉村的城鎮發展 然後再來社論就是 台中火 欸 台中公車司機的勞力 勞動環境問題 好然後 剛剛講這兩個標題大家都已經覺得 哇好嚴肅喔好專業喔 就是 怎麼跟你剛剛講的不一樣 你剛剛不是說 就是大家都可以嗎 然後 其實那個 我們是 我們這些話題都是聊天聊出來的 那個過程就是 喔最近空氣真的好差喔 喔 然後就會有人說 喔對啊對啊 然後就開始討論空氣的問題 然後 這時候就有一個男生說 喔像我 阿周以前他們出去捕魚 就是螃蟹都這麼大隻 可是現在都這麼小隻了 對 然後這時候就說 欸 你可以來寫一篇文章 就是關於這個的 對 他就會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寫出 嗯 嗯 這件事情 就是 他的阿周叫做阿花啦 阿灰阿周 就是阿灰阿周 以前 帶著他們幾個小孫子去 去跟那個順雷 就是阿公那邊的那個阿周 去接他回來捕魚的故事 然後再講到就是說 現在 呃 因為熱污染 然後 鄉村的人口也外流 因為農漁業都做不下去嘛 因為那個 呃 空污下下來的酸魚也會影響到他們的農作 那要怎麼 平衡回來 這個農作就是要用藥 對 所以 這都是 從 這些人 就是來到溫度的這些人的 生命故事所寫出來的文章 然後 像那個 呃 司機的勞動問題就是 呃 因為我們 我們聊天室就是輪流每一個人去分享 你這個禮拜有沒有特別 特別心裡的OS 想要拿出來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那一天就有一個人說 欸其實 他每次騎機車的時候 都會看到那個公車後面不是寫說 成真國道司機 新優 新四萬到五萬多 然後我就 那個 那個志工就很好奇說 我很好奇那個 他們薪水到底有沒有那麼好 然後可能就會 這時候有另外一個知道的人說 其實沒有 其實他們 真的要到那個薪水要去靠加班啊 或者是跑其他的國道線 單純跑公車可能只有三萬多塊而已 而且很累什麼的 然後就是 這時候我就會說 欸你可以來寫一篇 其實我們敘述的口文是 嗯 比較以我們自己的觀點來出發的 對 然後就比如說 嗯 我們還有人是一個景點嘛 溫度還有一個景點的專欄 然後那個景點的專欄 最近一期的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嗯 他是介紹大理的內心國小 然後他的跑道 PU跑道是七彩的 就是彩虹 就紅塵紅綠藍電子這樣子 對 然後 這雖然不是什麼觀光的景點 可是對台中人來說是一個 嗯 蠻值得去分享跟 討論的景點 對 因為 七彩的PU跑道跑起來 心情就會也比較好 所以搭配那個藍天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在台中的外埔區 外埔區 外埔區 有一個地名叫做 打死人旗 就真的是那個打死人的那個打死人 打死人旗 然後旗是就是一個山步 然後奇怪的旗這樣 對 然後他就是 因為那個人他是用那個 Google map 然後自己在那邊到處看街景 然後他才找到就是 這麼一個神奇的名字 然後他在自己去Google去查說 欸 打死人旗 他這個地名是什麼樣的由來 對 然後這邊就 外觀值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對 就外埔區 叫打死人旗 就是打死人的那個打死人旗 然後旗 旗的意思是一個小丘啦 對 那邊其實還蠻陡的 所以其實我們 每個禮拜二晚上 嗯 進行的方式其實就是像這樣 非常輕鬆 可是 聊的不像是 一般跟朋友聊的那種話題 對 因為 一般跟朋友 我覺得這也是蠻有趣的啦 因為一般跟朋友 你聊天的時候 就是 通常focus在你的生活本身嘛 就最近 同事又怎樣啊 然後主管很白爛啊 老師很機車什麼的 所以這樣就講完了 可是 你其實生活中還有其他的想法嘛 比如說對社會 或者是對 對城市的 或者是對 一些新鮮的事物 那 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 大家會來那個禮拜二晚上這邊 就會來講 比如說 有時候 嗯 有一次就是我們也會討論一些比較社會類的 可是就是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討論 比如說有一次在討論 你知不支持死刑 對 然後你就覺得 欸好像 費死還是 政治正確的意見主流 可是你來到我們聊天室可以 再從頭說 欸我 我其實支持死刑 然後 為什麼為什麼 然後就會有另外一個人去跟你相互的問 可是不會像網路上那種 火藥味很重 然後 每一句話都要引經句點的那一種 就是你可以再從頭去講你的想法 對 然後再去跟別人這樣對話重新思考 對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溫度聊天室蠻 跟溫度月刊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就是 我們可能討論的是很 程式比較硬的議題 可是我們是用我們的話來講 對 所以工商時間就是 下禮拜二晚上如果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溫度聊天室看看 下禮拜二剛好要討論五月號的題目 對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抱持了一個就是來聊天 或者是聽聽大家在幹嘛的心情過來 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愛好啊 那 如果你有想說的故事 你就把它記錄下來吧 那人人都可以是一個刊物的編輯 那 嗯 對 大家還記得 就他剛剛有說星期二晚上 可以到溫度的溫度聊天室 跟他們一起聊天講事情 對 好 謝謝愛好啊